第二十八回 鞠躬治危 公元229年 孙权登基做了皇帝 三国志中记载了孙权登基 当天晚上大宴群臣的情景 就在这天的晚宴上 就有很多人说 我们今天能有跟随皇帝登基的荣耀 这都多亏了当年 周公瑾在赤壁击败曹操 在这个场合下 翻出旧账 这很让人难堪 张钊这个时候站起来 要给孙权敬酒 好像呢要说什么 但孙权就在这个时候 站起来对张钊说 要是寡人当初听了你的建议 恐怕当年就伸手异触了 张钊文言 三国志中记载是 拜扶于地 浑身颤抖 第二天 张钊辞官 交出了兵权 从这以后 就很少再过问正事 孙权也极大的封赏了张钊 张钊的那些个爵位 都是辞官以后被加封的 辞官给张钊带来了富贵 或者说孙权因为张钊辞官 而给予了张钊最大的奖赏 孙权认为张钊做对了 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按照三国志的说法 张钊是怕了 然后急流永退了 那么什么让张钊怕了呢 此时的东吴啊 其实已经是江东人的东吴 淮寺势力已经衰落 但淮寺将领手中仍然大权在握 这两派人其实有很多纠纷的 江东人和江北人 也有很多利益上的瓜葛 现在孙权当了皇帝 马上就要开始封官了 两派势力就要决斗了 争取自己这边的官 多封些 封的大一些 而且孙权此刻也就要表态 支持一方 另一方一定会憎恨 要是继续搞平衡 两边都不得罪 最后的结果就必然是 两边都得罪 孙权的两面派现在做不成了 自从孙权上台 孙权极力的避免选边站的局面 终于不可避免了 孙权现在必须选边站 你仔细看看孙权这些年 这个平衡维持的真是不容易 就是江东谁担任丞相 就这一件事 孙权就费尽了心机 孙权心里知道 这个宰相 这个丞相 这个宰相 一定是江东人 因为自己的政权是江东政权 但如果把宰相任命为江东人 那江北的势力很可能要闹事 宰相只有一个 该怎么办呢 孙权再一次把两面派演到了极致 孙权让大臣们讨论 谁当宰相 江北势力现在的领袖就是张钊 没有人能有张钊这样的影响力 孙权首先是肯定了张钊 这样江北就没有别的候选人 然后呢 孙权表现出对张钊的极大关心 爱惜张钊的身体 当宰相 这很辛苦的 我不忍心让张钊这么操劳 这是我叔叔 我和他是一家人 张钊于是虽然众望所归 却始终和宰相的位子无缘 张钊当不了宰相 江北的其他人更是无话可说 你还能超过张钊去吗 于是孙权狡猾的躲过了这次选边站 关键是什么呢 江东人当了宰相 而江北人也很高兴 你看啊 我们主公孙权还是分得出内外的 我们江北人和孙权是一家人 可是这次当了皇帝 这一封关 选边站终于躲不过去了 这场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席间推崇周瑜的就是江东势力 张钊此时敬酒 就是准备替江北势力出头 此时孙权抢在张钊前面说话 对谁是以后江东的主体 做了一个了断 通过打压张钊 明明白白的告诉所有人 江东人以后啊 是江东的主体 以后在江东 东吴 东吴 江东人 是主人 换句话来说 孙吴政权 现在已经是江东人的政权 江北人是客 不得不说 这是一次公然的背叛 孙权背叛了孙策的旧臣 张钊此时害怕的 我跟你说 不是自己 张钊害怕的 是整个槐四集团 现在这些槐四集团啊 大权在握 现在很可能因此 而挑起叛乱 江东 江北人要叛乱 最终 按照张钊的估计 江北人会遭到 江东人的屠杀 张钊最后选择了放弃 放下了兵权 放弃了发源权 选择了退出 同时就是代表 怀四集团表示 臣服 承认江东人 在东吴的领导地位 避免了这场内部的火兵 为了感谢张钊的配合 孙权才中赏了 张钊和怀四集团的其他人 此时孙权的政权 已经完成了转化 成为百分之百的 江东本地政权 没有历史记录说 张钊的心情到底是什么 是吧 被自己为之服务一生的人 抛弃 是哀怨多一些 还是说 终于在自己有生之年 将全部的心血奉献给自己 侍奉一生的主人 是壮烈多一些呢 说不好 反正我觉得这个算不上 一个人完美的结局 公元236年 82岁 张钊病死 此时的江东正欣欣向荣 孙权的鼎盛时期已经到来 但是 阴影依旧存在 孙权死后 江东人和江北人的矛盾 终于再一次爆发 孙权不愿面对张钊 极力避免的屠杀 最后还是发生了 张钊的几个儿子 都死于这次政治动乱 这是一个悲剧 就是张钊死的这一年 公元236年 你说瞧不瞧 在河北交作 张钊的那个老朋友 王朗的孙女 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就是晋朝的开国皇帝 司马炎 就是这个司马炎 最后统一三国 将中国带入了西晋王朝 好了 张钊传 我们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下一步 我们开始讲 刘豫传 刘豫传